這位球員好像控球控得不錯 是食衛局局長高永文 原來社區組織協會 每年都會組織一班老宿者 組成無家者足球隊 星期日更加請來高永文 擔任開球禮嘉賓 誰知高永文一時寄藥 決定落場踢一份 雖然高永文一身長副球鞋 又做前鋒 不過似乎有姿勢又沒有實際 全場走走站站 球皮都碰不到 機會來了 瘋了機會 好在其他隊友爭氣 他有份的儲光隊 以2比1比數擊敗對手 他才沒有淚街坊 我是NTV多望電視新聞台報導